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会有烦恼吗 结果这位重演禅师说 有 为什么 因为还有一切众生没有解脱 这个居士继续问 众生无尽 那佛陀岂不是永远在烦恼当中度过了 结果重演禅师说 烦恼即菩提 重演法师说 佛陀已经超越了 所以他没有烦恼了 居士说 你说 佛陀一直有烦恼 众生既没有度尽 永远度不完 那么佛陀为什么又会没有烦恼呢 重演法师说 佛陀自信中的众生 已经度尽了 学佛人快乐是禅 烦恼也是智慧 所以为什么烦恼即菩提 真正的菩提 就是用心与实处 真心的去一切 就是你度了多少人 就是我的心去救度了多少人 你的烦恼才会干净啊 因为烦恼在虚幻当中 所以烦恼其实是没有真实性的 它是属于虚望 很多人可能听不懂 台长给你们解释一下 虚幻的烦恼 因为我问你们 你们小时候的烦恼 现在还有没有啊 你们年轻时候的烦恼 现在还有没有了 等到你们要走的时候 你们现在所有的烦恼 还有没有啊 所以台长 经常经常的跟大家讲 我们有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是为自己活着 要为众生活着 想一想 人活着 不为别人 那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要像雷锋一样的 就想着别人 我们要为众生 实际上用现代话讲 就是叫为人民服务 想要自己快乐 就要把自己当成别人 想让别人快乐 就要把别人当成自己 为人处事 应该怎么样在社会上 要把别人当成别人 怎么样让自己自由自在呢 就是要把自己当成自己 你 你 感谢观看